因纽特人 在地球的北边 有个神奇的地区 那里一年只有三个月是夏天 其他的时候都是冬天 冬天气温可降到摄氏零下50度 白天非常短 而且有三个月 完全处在黑暗之中 根本看不到太阳 尽管环境这么恶劣 那里还是有人类生存 他们就是因纽特人 大约四五千年前 因纽特人的祖先 从亚洲中北部移居到这里 成为地球上最北的居民 因纽特人的外表和亚洲人一样 黑头发 黄皮肤 只是体型矮小一些 因纽特人靠打猎和捕鱼获取食物 他们用野兽的骨头做成工具来打猎 用网和带钩 用网和带钩的棍子来捕鱼 他们的衣服 裤子和长靴都是用瘦皮做的 可以保暖 妇女穿的衣服很宽大 他们把小孩子放在里面 背着他们走来走去 因纽特人住的房子叫雪屋 是用雪和冰建成的 屋顶是圆形的 雪屋能防风 也能保暖 因纽特人通常驾着狗拉的雪橇外出 雪橇是他们主要的交通工具 如今 有暖气的木板屋取代了雪屋 可以在冰上开的汽车 取代了雪橇 因纽特人的生活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confidence 我終访了 我们下赛的高随 请棕 我们下赛的